嘿,大家好,我是Annie,感恩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在读一本书,书名叫做《当下的力量》 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它告诉了你很多关于生活在某种某时某刻 但是你要活在当下的那种心态,在那种灵界的状态下呢 很多的事情在不久之后就会改变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如何从不快乐中解脱出来 你是否抱怨过正在做的事情? 它可能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已经同意了做的这件事 并且你正在做,但是你同时呢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情 那你是否感觉到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是非常的可怕 它影响你周围的人也影响你自己 也许你被利用了,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畏 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者令人讨厌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这对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思想和情绪是否有理 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 事实是,你将当下时刻看成了敌人 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的冲突 你这种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污染了你周围人的世界 同时呢它还污染了整个的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的世界 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事情的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且阻止真实的变化 任何的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 并且会制造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幸 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 当然,就是丢掉它 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又无用的包袱呢? 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或折磨 或者背负沉重的负担,这时你就可以放下它们 有些人常常希望自己身在别处,它们的此时永远不够好 自我观察一下,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发生在你的生活中 无论发生在何地,请你完全保持当下的状态 如果你认为你的此时此地,并且无法忍耐,让你非常的不开心 这时你有三种选择 从这种状态中离开,改变它,或者完全地接受它 如果你想对你的生命负责任的话 你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同时必须现在马上做出选择 然后你就应该接受你所选择带来的后果 没有消极的态度,没有精神上的污染 保持你累在空间的清洁,这个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采取任何行动,离开或者改变你的现状 首先呢,就请你放下那种不好的情绪 如果可能的话,完全地放下它 由深刻观察而采取的行动 会比消极心态引发的行动更为有效 行动呢,总比不行动的好 如果你陷入某种状态很久时 如果你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 至少你其中学到了教训 在这种状况下就不再是一种状态 错误 如果你陷入其中,你就会一无所获 是恐惧阻止你采取行动 你应该去承认恐惧 观察它,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 完全与恐惧沟通 这样的话呢,就切断了你和恐惧 恐惧和思维之间的联系 不要让恐惧进入你的思维 请利用当下的力量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改变此时和此地 并且你不能使自己从这种状态上解脱出来 那么请你放下内心所有的抗拒 和完全地接受你的此时此地 那种喜欢感觉痛苦愤怒和虚假不幸的自我呢 因此而无法生存 这就叫做臣服 只有臣服的人才有精神的力量 通过你的臣服 你将会从内心摆脱这种状况 然后你就可能会发现 你在没有做任何努力的情况下 局面发生了变化 当然这种努力是你心态上的变化 因为你接受了某种臣服 你就没有怨恨去生活 你身边的这种能量场就会得到改变 这个能量场就会变得平和快乐 当这种能量的状况转变了 你周遭的环境显现出来 就会慢慢地改变 如此你就放下了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别忘了点订阅 我会在以后的节目中呢 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文章 好的文字 还有灵性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再见